少年歌行,唐剑客串百花会,如见仙赠与雷武杰泡妞宝贬。 虽然江南断家号称风雅,但在真正的风雅面前,他们的行为举止不过是风流,都说得饶人处且饶人,唐连相要点到为止,这个段宣译却不时好歹,在唐门之人面前耍暗器,倘若不是雷武杰就吵,江南断家在百花会之后,估计就会颜面无存。 客串的唐剑 自从练习了月西花尘之后,雷武杰把李寒一的大招当作是普通攻击来用,这一招虽然够美,但二哈的武功还不到家,刚要帅起来,剑气就即将失控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雷若一的出手致让他化险为夷。 通过若一剑武引导剑气,二哈也是第一次与自己的心上人有近距离的接触,这段双人共舞,搭配月西花尘的花瓣在四周飞舞,也是看呆了众人。 这里动画客串了一个在圆笼里面已经领取了和饭的角色唐剑,由于这部作品里面也有唐门,所以感觉上就像是唐剑老师傅,为了生活,跑来了少年歌行里面打打工。 虽然同为中影年年年制作,但两部作品的口碑可是有着天和地的区别,倘若唐剑能够打长工,在少年歌行里面混,总好过在圆笼里面。 出来营业。 有绝美的舞,缺乏美妙的奏乐,属实是可惜,所以萧瑟也就出来营业,为这番美好的风景添上一个小曲。 萧瑟的行为激发了如剑仙的兴致,随即也就加入到了奏乐队舞当中,为这一支舞,增添一些风雅之气。 如今舞蹈与乐曲都已经俱全,唐莲的全文背诵则让这一档节目,变得更加有意义,把江湖少年洒脱与意气风发都体现了出来,之所以说是全文背诵,那是因为在第一季当中,这首诗,也是无心在湖畔旁边吟出来的。 跳完这一场舞,雷无杰也就彻底化解了乐西花城的剑气,事后李寒一也因为感受到了这道剑气闻去而来。 李寒一每日练剑,遇见强大的对手,都想较大一番,如剑仙的实力,他从未试出过深浅,所以基本上见面不走,下场都是变成打架。 而如剑仙的兴趣并不再次,他不过是读了数十年书,行了万里路,偶尔拿起一把剑,原地成剑仙的存在,如剑仙不想和这个凶语人打架,司空长风也是很懂,立马就把他的行囊丢下来,让他提前泡路。 在离别之前,如剑仙给这几人都送了一本书,其中雷无杰所拿的碗来雪,实际上就是如剑仙本人所写,谢飞轩不过是他的一个小号。 雷无杰拿的这本书是不可多得的泡妞宝典,虽然竹轩也有的卖,但那些都是删改过后的版本,真正无删原版,也就他这一本。 关门放无双 雪月城在搞百花会,无双城热边送面,回去被长老会吵了鱿鱼,虽然他口头上说着不想做无双城城主,但从之前的表现来看,他心系无双城,甚至会因为事业而容不下爱情。 不过面对长老会的刁难,宋燕回事早已有所准备,早在湖边与无双聊天的时候,他就已经把重任交给了无双。 长老会一直让宋燕回过得十分憋屈,但他的弟子,却能够为他长出一口气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谢谢。